大家好,这里是细品岁月 给你的五十万嫁妆呢 赶快拿出来 新婚之夜 婆婆突然冲着儿媳大声吆喝 陶盈盈感到吃惊和不安 她小声回应道 妈,这个 这钱是我爸妈准备给我们买车的 然而 婆婆并没有理会她的解释 举手就给了她两记重重的耳光 李士豪和陶盈盈 身处同一栋办公楼工作 他们在附近的便利店偶遇了几次 互留了联系方式 两人逐渐培养了深厚的友情 李士豪对乐观开朗的 陶盈盈颇有好感 然而 由于自己家庭 和陶盈盈家之间的差异 她一直不敢向她表白 李士豪成长在一个 普通的农村家庭 父亲是一名工人 母亲是家庭妇女 她从小和年幼的弟弟一同长大 尽管都是男孩 但母亲似乎更加疼爱弟弟一些 从弟弟出生开始 母亲的关注点 主要放在了弟弟身上 而李士豪也深受母亲的影响 对弟弟充满了关爱 从小 李士豪的学习成绩一直优秀 几乎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与她不同的是 弟弟总是惹麻烦 学习成绩也相对较差 尽管如此 母亲仍然偏爱弟弟 弟弟中专毕业后 一直在家里待着 尽管父亲曾试图带他去工作 但他觉得工厂的环境糟糕 工作又辛苦 没坚持几天就回家了 后来 弟弟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而是家里沉迷于网络游戏 当李士豪快要大学毕业时 他回家劝说母亲 让弟弟外出工作 但母亲却坚持认为 弟弟还年轻 再让他多晚两年 等他长大了 自然会开始挣钱养家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陶盈盈的家庭完全不同 她是独生女 一家人都宠爱着她 而且她的父母 都在事业单位工作 她从小都是在蜜罐里长大 有一天 李士豪在喝多的情况下 勇敢地向陶盈盈表白 出乎意料的是 陶盈盈答应 于是两人开始了他们的恋爱 李士豪对陶盈盈非常体贴 每天都为她准备早餐 一同上班 即使她加班也会一直等待她 每个周末 她们会一起去郊外游玩 或者一起去看电影 如此 她们的二人世界 让旁人羡慕不已 经过三年的感情培养 她们准备走到一起 于是双方家长见了面 陶盈盈的父母 对李士豪印象非常好 陶盈盈的母亲说两年前 她们就在城里购置了一套房子 准备给陶盈盈作为婚房 婚房就由她们加出 至于彩礼方面 她们要求也不高 按照李士豪的薪资水平 她们只要求八万元的彩礼 这还不到李士豪年收入的一半 这些条件看似已经相当不错 外人也会觉得 陶盈盈的父母大度体贴 然而 而李士豪的母亲却迟迟没有表态 看着李士豪的母亲迟迟不开口 陶盈盈的母亲 出于好奇和关心问道 你们对于婚礼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此刻 李士豪的母亲一直扭捏着 说不出一个字 经过漫长的等待 最终她才小心翼翼地问 那你们有嫁妆吗 陶盈盈的母亲听后笑了笑 当然有 我们就盈盈这一个女儿 我们计划为她赔嫁一辆 价值约五十万元的轿车 然而 当李士豪的母亲 听到是一辆轿车时 她的脸色变了 随即说 不如还是不要卖车了 直接折算成现金给他们 年轻人可以自己安排 购买他们所需的东西 众人觉得这个提议也很合理 纷纷表示同意 这让李士豪的母亲松了一口气 那一天 他们的婚事谈得非常愉快 双方父母没有出现任何分歧 很快他们的婚礼计划确定下来 由于需要在李士豪的老家 和陶盈盈的家中各办一场婚礼 因此两位年轻人变得非常忙碌 东奔西走 最终 他们期盼已久的 结婚日子终于来临 这是李士豪一生中 最热闹的一天 众多亲朋好友前来祝贺 他和陶盈盈的婚礼 酒席结束后 李士豪和他的父亲 与几位从小一起 长大的兄弟一同送客 与此同时 陶盈盈忙着在 自己的房间整理物品 一天的忙碌让她感到疲倦 她准备整理好后早点休息 就在这时 婆婆突然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陶盈盈有些惊讶地看着她 妈 有什么事吗 婆婆伸出手 冷冷地说 你那五十万的嫁妆呢 拿出来 陶盈盈的表情立刻变得紧张 她小声说 妈 这样不合适吧 那是我爸妈准备 给我们买车的钱 然而 婆婆对她的解释毫不听从 突然抬起手 用力打了她两个耳光 陶盈盈吃痛之下 迅速用手捂住脸颊 双眼盯着婆婆 愤怒地说 你凭什么打我 婆婆冷冷地回应 凭我是你的婆婆 现在就把那五十万拿出来 陶盈盈毫不示弱 坚定地说 不给 面对陶盈盈的坚决拒绝 婆婆勃然大怒 决定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她将陶盈盈绑住 然后继续毫不留情地打了她耳光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婆婆竟然连续打了她三十七下 就在婆婆即将再次下手时 李士豪突然出现在房门口 她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地上的陶盈盈 嘴角还渗出血迹 心疼感涌上心头 她毫不犹豫地走上前 生气地甩开了母亲的手 迅速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婆婆却依然坚持地说 快让她把那五十万交出来 陶盈盈坚定地重申 我已经说了不给 婆婆似乎还打算再次出手 但这时李士豪阻止了她 她毫不妥协地站在陶盈盈身前 阻挡住了母亲的攻击 与此同时 门外的公共听到了争吵声 赶紧走了进来 拉着婆婆劝解她离开 李士豪心疼地看着 受伤的陶盈盈 但陶盈盈的心却充满了失望 她没有多言 只是换了一身衣服 拿起行李 选择了在深夜里 坐出租车匆匆离去 原来 李士豪的母亲急于为 小儿子购置一套房子 因此才如此渴望 得到陶盈盈的嫁妆 以支付房子的首付款 在双方父母会面后 她悄悄地去看了几个楼盘 并订下了一套房子 由于需要付首付款 她将目光投向了陶盈盈的嫁妆 这一出荒唐的事件 在一夜之间 传遍了他们所在地区的 每一个村庄 一旦真相大白 李士豪和他的父亲 都感到非常愤怒 他们深知家庭中的心思 但母亲却一直将 儿子置于弟弟之下 此次闹剧在新婚之夜爆发 让陶盈盈以及她的父母 都不愿再见李士豪的面 李士豪也感到沮丧 她在母亲面前磕了三个头 然后说 儿子不孝 我打算去请求莎莎原谅我 如果她不原谅您 我可能不会再回来 不过 您还有个儿子 不太需要我 请您照顾好自己 在母亲对李士豪 连番地责骂和动手后 李士豪没有多言 带着自己的行李 默默地离开了家 本来和睦的家庭 陷入了混乱之中 李士豪的父亲 曾自豪于他的大儿子 但现在他也要和妻子离婚 让他感到非常气愤 而李士豪的母亲 在刚骂走了大儿子之后 突然面临着丈夫 提出的离婚要求 这个打击让他情绪非常激动 结果导致了一次中风 尽管得到及时的医治 他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 但中风留下的后遗症 让他行动不便 在病房里 没有人陪伴他 他试图打电话给小儿子 但小儿子却表示自己很忙 无法前来 此刻 他坐在病床上 泪如雨下 曾经 每当他生病时 李士豪总是忙前忙后地照顾他 而现在他被赶离家门 丈夫也提出了离婚 而他一直疼爱的小儿子 却宅在家里 沉迷于游戏 甚至没有来医院看望他 这一切让他深感后悔 如果当初没有对待陶盈盈那样 也许现在他的生活就不会如此凄惨 婆婆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悔恨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和自私 在病房里度过了一段 孤独的时光后 婆婆变得更加开明和慈爱 他决定改变自己 努力弥补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以及修复与丈夫的婚姻 同时 他也意识到了自己 对陶盈盈的不公平和不尊重 他决定主动道歉 希望能够得到陶盈盈的原谅 婆婆的病情虽然 会影响他的生活 但他不再依赖家人 而是努力学习独立生活的技能 他坚信 只有变得更好 他才能重新赢得 家人的尊重和爱 这一次的教训 让婆婆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 也让他更加珍惜家人之间的情感 他发誓要为自己的过去道歉 并努力争取 重新建立家庭的和谐 大家好 这里是细品岁月 没药彩礼 我下嫁给了农村来的凤凰男 给他洗衣做饭 给他生孩子 可他却当着众人的面 取笑我的认身文 说看了响土 发现张浩出轨的时候 我正在卫生间整理他换下来的衣服 衣服上除了烟酒味 还残留了一丝香水味 甚至我在他灰褐色的大衣上 发现了一根金黄色的卷曲长发 很明显这根头发不是我的 因为我是黑长直 张浩曾经在无数个深夜帮我吹头发 并且亲吻我的额头 夸我的头发很美 时过境迁 没想到张浩现在也变了口味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卫生间昏暗的灯光悬在我的头顶 厚重的黑眼圈和脖子上的颈纹映入我的眼帘 我的脸上满是疲惫 这些东西的出现早就标志着我已经不再貌美 看着化妆柜上既连结又落满了灰尘的化妆品 我无声地笑了笑 我甚至已经忘记了 自己多久没化过妆 又有多久没有买过美妆产品了 我看着自己因为怀孕而肥胖的身材 和身上随意套着的宽松T恤 别说张浩了 就连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我和张浩在没有孩子之前也曾甜甜蜜蜜 从校园爱情步入婚姻的殿堂 身边认识我们的同学和朋友都无比羡慕 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段看似甜蜜的感情 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牵穿百孔 躺在床上 我侧头看着张浩熟睡的面旁 在问自己 还爱这个人吗 即使他出轨 答案连我自己的模棱两可 他在睡梦中好像很不安稳 嘴巴一直在嘟囔着什么 我抚平了他皱着的眉头 孩子的哭声滑破了黑夜的寂静 宝宝躺在婴儿车上再哭 我俯身检查是不是尿不湿了 然后又把他抱起来哄 我不知道自己独自一个人经历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 也想不明白这样的生活还要继续多久 第二天张浩醒的时候问我大衣在哪 我对着他指了指阳台上挂着的衣服 张浩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惊慌 可是他很快就掩盖了过去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昨晚没睡好吗 张浩走过来吻了吻我的额头说道 我从他的怀里震了出来 笑了笑 果然偷了新的男人会变得异常体贴 自从我在家做了全职妈妈 张浩很少会关心我 更别说早安稳了 昨晚宝宝闹了一夜 我哄了他一晚上 我说完以后盯着张浩 想看看他的反应 对不起啊 我这两天总是应酬 昨晚也喝多了 睡得有点沉 听着张浩开口解释 我的心里毫无波澜 你出去吃早饭吧 我昨晚累了一晚上 现在得补觉 说完我就往卧室走 我坐在床上果然听到了客厅 有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抬脚走了出去 看到张浩在客厅翻找着什么 是在找什么吗 用不用我帮忙 我的声音突然响起 张浩背对着我被吓了一跳 他转过身擦了擦额头的细汗 没什么 昨天放在口袋里的U盘不见了 你去睡吧 我自己找找就行了 我对着他点了点头 U盘他撒起晃来倒是鬼话连篇 昨晚褐色的大衣上不仅仅有那根金黄色的长发 口袋里还有一根YSL的口红 我打开看了看已经用了大办管 很明显不是张浩准备送给我的 客厅传来了关门的声音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索性起来打扫卫生 宝宝昨天玩的玩具全都撒在了客厅的地上 厨房的水池里堆着昨天晚上没有洗掉的碗 厕所的垃圾也早就满了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 麻木地整理着这一切 宝宝的哭声又传了出来 明明一个小时以前我还给他喂了奶 他的尿布也是干的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哭 我放下手中洗了一半的碗到房间里抱着他哄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回想着刚和张浩认识的那几年 刚认识张浩是在大一的时候 他是我们社团宣传部部长 每次组织活动要做海报之类的 我们都会有一些互动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对PS这一类的软件非常陌生 所以我就加了他的微信方便请教问题 一来二去我们逐渐相识 张浩也开始追我 大学时期的爱情很纯真美好 他用气球在操场围了一个很大的爱心 用小荧光灯绕在周围 捧了一大束玫瑰和我表白 最终我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答应了 后来我们交往的日子也确实很甜蜜 张浩会在我痛经的时候给我煮红糖水 会用热水袋帮我暖肚子 每天早上也会给我送早餐 张浩家境不好 所以每次我们约会都尽量会选择便宜一点的小饭馆 我们俩吃的第一顿饭是沙县小吃 餐桌上有些许油腻 张浩拿餐巾纸擦得干干净净 然后拉着我坐下 吃完饭以后我们就绕着操场散步 张浩说等他以后赚了钱给我买很多的包包 带我去高级的餐厅 再也不让我受苦 我的手被张浩牵着 看着他构想着我们的未来 心里甜蜜蜜的 整个大学期间 张浩对我都十分体贴 转眼间四年过去 我们毕业了 我穿着学士服靠在张浩的肩头 挽着张浩的手 快门按下 对未来抱有无限幻想的我们就那样被定格了下来 毕业以后 我们开始找工作 为了和张浩工作的地点离得近一点 我拒绝了父母给我安排的安稳工作 和张浩一起留在了A市打拼 张浩的工作很忙 为了照顾他 我们开始同居 我逐渐发现了张浩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比如下班回来不喜欢把外套挂在入户门的挂钩上 而喜欢随手扔在沙发上 比如吃饭的时候食物残渣不扔在骨碟里 而是直接吐在桌子上 上厕所的尿字溅在马桶圈上也不会擦干净 洗手盘上总是会有他细碎的头发 他的小毛病很多 但只要我一开口告诉他哪里做的不对 他就会立刻改正 久而久之 张浩的习惯也越来越好 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们工作两年以后 家里的人在催婚 我很开心地把张浩带回去见我爸妈 从我大一和张浩在一起 我就告诉了我爸妈这件事情 毕竟我和我爸妈的关系很好 他们也不反对我谈恋爱 我爸妈对张浩的印象也很好 直到上次我为了张浩拒绝了他们给我安排的工作 我们吵了一架 后来我爸妈都觉得张浩和我说了什么 才让以前那个对他们百依百顺的我变得不听他们的话 但即使是这样 在张浩第一次上门的时候 我爸妈依旧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又经过了大半年 我和张浩正式准备订婚了 可是我爸妈要二十万的彩礼 对此 我不是很赞同 我自己也会工作挣钱 每个月都有工资 我用不着收张浩家那么多的彩礼 况且张浩家的家庭条件不好 二十万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一笔钱 我和我爸妈闹得很僵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爸妈对着彩礼不松口 也只是为了给我一份保障而已 后来我和张浩来到了A市 再过不久我就怀孕了 我爸妈不得已从老家带着户口本过来 让我们俩登记 从民政局拿到红本的时候 张浩激动地抱着我 转了好几个圈 后来我们开始商量着办婚礼 张浩在我是婚纱的时候 支支吾吾地对我说 能不能等孩子生下来再办 说是现在手头有点紧 我穿着婚纱站在镜子前面 怀孕不过三周而已 一点也不显怀 腰枝还是很纤细 我看着张浩窘迫的样子 又看了一眼穿着婚纱的自己 最终我还是同意了张浩的建议 我们俩在A市租了个一室一厅的房子 白天我们一起工作 晚上我们会一起做饭 一起聊聊最近新上映的电影 聊聊工作中遇到的烦心事 我侧头看着张浩 电视的荧光打在她的脸上忽明忽暗 阳台外是A市的万家灯火 满足感自我心底蔓延出来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 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张浩让我把工作辞了 我摸了摸大的吓人的肚子 听了张浩的话 婆婆从乡下赶过来照顾我 因为只有一个房间 所以婆婆在客厅的阳台 支了一张小床 我向张浩提议去租一个 两室一厅的房子 张浩握着我的手 亲了亲我的指尖 他说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工作 而且我还要定期产检 等宝宝生下来以后 会有一大笔开销 他想攒一点钱 我看着他乌黑的眼圈 和没有剃干净的胡渣点了点头 他说的没错 在A市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 短时间内要重新租过一个房子 确实很耗费时间 现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工作 我又行动不便 况且宝宝出生以后 的确会增加很多开销 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这么耽搁了下来 婆婆每天起得很早 会给我们做好早餐 还有张浩中午的便当 家里的卫生也是婆婆一个人在弄 她说我的肚子大了也弯不下去腰 这些活她一个人做就可以了 她每天还会拉着我在客厅走一走 医生说了 适当的运动有利于生产 我妈也时常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情况 我对她们说一切都好 我不想让我妈过来A市 一方面是因为房子太小 住不下这么多人 另一方面是我怕我妈心疼我 肚子越来越大 认身闻也越来越多 我站在全身镜前把衣服撩起来 看着这些纹路自己都想作偶 她就像农村楼房外面的爬山虎 爬满了我大半个肚子 我不由地想起了大学时期 那个时候我经常穿紧身的T恤 和低腰的牛仔裤 露出小腹那一截 以后或许再也不能这么穿了 婆婆看到我对着镜子发呆 她连忙走过来把我的衣服放了下来 可怕的纹路消失在我眼中 只是镜子中的我面容憔悴 眼角微微发红 你别难过 每个女人都要经历这么一遭的 别害怕 张浩不会嫌弃你的 婆婆一边说一边撩起了自己的衣服 我看到了她下垂得厉害的胸和肚子上淡淡的纹路 你看 我也有 我盯着婆婆的认身纹看了看 半嗓 我扯着嘴角笑了笑 我知道她是想安慰我 她说张浩不嫌弃这些纹路 可是她不知道 最嫌弃这些纹路的其实是我自己 这些纹路让我作呕 自从怀孕以后我一直就睡得不安稳 凌晨两点一股暖流流出 我条件反射地抓住了张浩的手 张浩睡得正熟 被我抓醒以后不耐烦地问我是不是要上厕所 我被她的语气吓到 没有动作 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是反应了过来 轻声问我怎么了 我好像 羊水破了 张浩你快打120 张浩听到我的话立马起身把灯打开 然后拨了120 去了客厅把婆婆叫醒 婆婆从柜子里找了一个大袋子 把我产后要用的东西全都一股脑装了起来 我躺在床上不敢乱动 安静地等救护车来 医院的人来得很快 我躺在推车上 推车在护士的推动下发出了支呀支呀的声音 我的心跳得很快 张浩握着我的手让我别害怕 我无力地点了点头 突然一阵疼痛袭来 我冷不丁地皱了皱眉头 用牙死死地咬住了下嘴唇 没让自己喊出来 做完了一系列检查以后 我被推入了待产室 医生说我是第一次生孩子 等开了三指以后再进产房 你打电话给我爸妈 我害怕我的脸上出了很多的汗 汗水打湿了头发 我抓着张浩的手让他去打电话 张浩神色似乎有些慌张小力 你别害怕 都这个点了就别打电话给你爸妈了 太打扰他们休息了 我握着张浩的手控制不住地发抖 我说了打电话给我爸妈 他们从隔壁市打车过来 不过四十分钟而已 我妈不在这里 我总是不放心 我婆婆在一旁也劝我说别打电话 我盯着张浩和我婆婆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反对我爸妈来医院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大喊了一声 隔壁房间的护士被我闹了过来 不知道这是医院吗 动静小一点 护士打量着我们三个人 脸色有点不好 张浩估计是看我发火有点触我 也跑去走廊外面打电话 又一阵疼痛袭来 我抓着床单汗语如下 一个小时以后 我被护士推入了手术室 圆圆的灯在我的肚子上方被打开 我的眼睛条件反射地闭了起来 护士帮我把衣服脱掉 给我穿上了无尘服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我的肚子被护士朝两边扒开 疼痛感一遍又一遍地袭来 孩子太大了 也有点横 估计出不来 护士再朝医生开口 头顶上的灯太亮了 我看不清他们的神色 通知病人家属 准备剖腹产 手术室的门口被打开 谁是江丽的家属 孩子太大了 要准备剖腹产 需要家属签字 张浩正要把字签上的时候 婆婆把笔抢了过去 签什么签 护士 我们不破妇产 我们顺产 顺产的小孩聪明 护士气得在门外 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这不是胡闹吗 孩子太大了 必须剖腹产 再不签字 产妇会大出血的 到时候 小孩和大人都有危险 我张了张口想说话 一阵疼痛 让我没说出口的话 又咽了回去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医生让我放轻松 有节奏的呼吸 我流出了眼泪 开始后悔 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 赶快签字 越晚签字风险越大 签什么字啊 护士 签什么字 我们签 是我女儿生孩子 我这个当妈的来签 我听到我妈的声音 才松了一口气 手术室的门打开又合上 把争吵声隔绝在外 麻醉医生给打得全身麻醉 我的意识逐渐涣散 醒过来的时候 我妈和婆婆正在吵架 你们是想干什么 想让我女儿死在手术室吗 我女儿嫁到你们家 一分彩礼都没有收 婚礼都没办 我图什么 不就是图你们能对她好吗 现在是干什么 我女儿在里面都要疼死了 你们不签字 我妈站在床尾 指着我婆婆的鼻子骂 我老公好像知道自己理亏 坐在一旁的凳子上没有说话 我看了一眼这个男人 重新审视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一瞬间觉得 仿佛这辈子不是非他不可了 你吼什么 这是医院 需要安静 小丽还睡着呢 再说了 我说的又没错 顺产本来就对孩子更好 婆婆站在一边开口 就因为她的这种封建迷信 我刚才差点死在了手术室里面 妈 我开口说话才发现自己的声音 沙哑的不行 我妈一看我醒了 连忙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我看了一眼张浩发现她心虚的都不敢看我 妈 你们先出去 我有事要和张浩说 我妈拍了拍我的手走了出去 张浩还是坐在旁边的病床上没有动 你早就知道你妈不会让我剖腹产的 是吗 我盯着张浩 不想错过她脸上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 我屏住呼吸 再等她的答案 不是 不是这样的张浩的脸微微泛白 她的手一直在扣床单 那为什么我在待产事的时候让你给我妈打电话 你那么不情愿 护士让你签字的时候你不第一时间签 张浩 你知不知道我在里面有多痛 你知不知道刚才要不是我妈及时赶到了 我差点就死在手术室里面了 眼泪划过我的眼角 麻醉过去以后刀口又一阵一阵的发痛 张浩跪在地上 一遍又一遍的骂自己不是东西 说自己对不起我 我闭上了眼睛 这个时候我不想听她说任何一句话 她无非就是为自己辩解 我爸妈走了进来把张浩赶了出去 生完孩子都已经早上七点多了 我看着爸妈的黑眼圈 让他们去医院外面开个宾馆休息一下 你这个孩子胡说什么 你刚动完手术 我和你爸得照顾你 张浩和他那个不靠谱的妈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正说着 我就看到张浩拎着个保温筒走了进来 小丽 我妈煮了点粥让我拿过来了 我扶你起来吃一点吧 你生孩子辛苦了 张浩说着就想把我扶起来 我妈把她的手一把拍开 你不知道剖腹产之后六个小时不能吃东西吗 都是当爸爸的人了 这些事情医生护士你不好意思问 你不会上网查一查吗 张浩在一边低着头 听着我妈的数落 我看他那副样子又觉得他有些可怜 抬手拉了拉我妈的袖子 你别扯我袖子 当初我和你爸就觉得他不靠谱 你非得铁了心地跟他 现在好了吧 吃亏了吧 将来还有的你后悔 我妈一直数落人 我爸在旁边劝他也没用 过了一会儿护士抱着孩子走进来 我妈才停了下来 来来来 外婆抱 我的小乖乖我妈没开眼笑的从护士手里把孩子接了过来 放在了我旁边 我看着孩子皱巴巴的脸笑了笑 只是莫名其妙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真是奇怪啊 好像自从怀孕以后就经常流眼泪 控制不住的 张浩想抱一抱孩子又被我妈一把推开 洗手了吗 你就抱孩子 不知道你手上多少细菌吗 我爸打开了手边的大袋子 里面孩子的衣服奶粉啥得应有尽有 我有一次湿了眼眶 病房里时时刻刻需要人陪着 我爸妈年龄大了总有要休息的时候 很多时间是张浩陪着我 他第一次给我擦恶露的时候 我看到了他眼里的嫌弃 他跑进了卫生间 干呕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剖腹铲的刀口还在隐隐作痛 我皱着眉头看着张浩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你觉得恶心 你也不想想我是为了谁才变成了这样 我把床头的保温盒扫到了地上 哐郎哐郎地发出声响 张浩似乎被我吓到 他好像不明白从前温柔体贴的我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半个月以后我出院了 这半个月里 我的婆婆没有来看过我一次 张浩和我说她回老家了 气得我妈又打电话骂了婆婆半天 月子期间 婆婆以前在阳台之的小床变成了我妈的 宝宝在房间里哭的时候 张浩睡得像死猪一样 甚至我用脚踹她都踹不行 现在想来 她那个时候多半是装的 宝宝哭得厉害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 半夜只有我妈会醒过来和我一起哄孩子 也会让我上床睡觉 每天半夜都要起来喂奶 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连带着我妈的气色都变得很差 出了月子以后我妈也回了家 毕竟我爸身体不好也需要人照看 我妈走以后我看着乱糟糟的家 一股无力感从内心深处蔓延 我甚至都没有发觉到张浩现在在家 已经不会主动承担家务了 水池里堆着昨晚没有洗的碗 张浩的袜子也堆了好几天没有洗 导致卫生间里总是有一股似有若无的臭味 我打开手机想叫一个终点工 才发现余额不足 仔细想想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之前婆婆待在这儿的时候 我每天都会主动给她买菜钱 刚辞工作的那两个月房租也还是我交的 在我怀孕和坐月子这段时间 张浩从来没有把工资交给我 我给张浩发信息让他给我转三千块钱 却没想到收到了他质问的信息 怎么就没钱了 你在家里能花什么钱 只有一千五 先发给你 省着点用 钱很难赚你不知道啊 我看着手机里的信息 屏幕上冰冷的光打在我的脸上 我从来就不知道一千五百块钱那么难赚 还需要省着点用 要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每个月生活费都有两千块 我还是点了收款 叫了终点工 花了三百五十块钱让家里焕然一新 张浩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身上带了很重的烟酒味 我皱了皱眉头让他快点洗澡别熏着孩子 他满不在意地脱了袜子随处一丢 然后往卫生间里走 在他做出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 我简直难以置信这个邋遢的男人会是我以前那个温柔体贴 处处细致入微的男友 好像自从我生了孩子以后他就完全变了 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好像清醒了一点 揉了揉太阳穴往卧室走 你的袜子不准备捡起来吗 张浩听到了我的声音 似乎很惊讶我为什么还没有回房间睡觉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我已经失眠很久很久 需要在床上躺很久才能入睡 有些时候能睁着眼睛到天亮 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发际线也越来越高 头发越来越稀疏 我再也不能做自己喜欢的波浪 因为头发太少 发质太软 在做波浪只会让人觉得头顶盖了一碗没有调料的泡面 你不会帮我捡起来吗 你天天在家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要钱用我也会发给你 我还不配让你给我剪个袜子了 你这不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 你真以为你还是大一的时候年轻美貌啊 黄脸婆一个 还生个女娃 也没给我张家生个儿子出来啊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张浩的嘴一张一合 说完以后他就进了房间 卧室的门框的一声被关上 我坐在客厅被吓了一跳 房间里的孩子也被吓哭 我连忙起身走进房间把孩子抱起来哄 余光看到了张浩满不在意地翻了个身 不过五分钟 房间里就响起了他的呼噜声 看着张浩的样子 我忽然就明白了我爸妈为什么坚持要彩礼 至少在这个男人靠不住的时候 我还能拿着那笔彩礼钱好好生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像个乞丐伸手问张浩拿钱 一千五而已 被他说得像一万五一样 还省着点花 他也就给了我一千五 我再怎么大手大脚也就只限这一千五了 日子也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了下去 直到有一次 张浩兄弟请吃饭 说是大家都带媳妇 所以张浩也把我带了过去 我寻思也就一两个小时 宝宝已经睡着了 我提前点回来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 男人吃饭 烟酒都来 包厢里乌烟瘴气的 我和张浩说了声去上厕所 然后就往外走 只是我没想到回包厢的时候会听到那样不堪入耳的话 浩哥 嫂子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 一点也不如当初上大学的时候 里面频频碰杯 然后我听到了张浩的声音 你不知道 他现在是真的让我提不起兴趣 满身的坠肉 则 上次我下班回来 打开卧室的门就看到了他把衣服掀起来再看自己肚子上的认身纹 真是恶心 还有他刚动完手术的时候 那恶路 我给他擦了以后 吃饭都想土 足足过了半个月才好一点 他生的那个孩子 真是 是个女娃也就算了 甜甜哭甜甜哭 吵得我晚上根本睡不好 我要早知道他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当初压根就不会追他 还好我当初领证一分钱没花 要是真像他家说的那样给他那么多彩礼 那我不亏死 花那么多钱取这么个玩意儿 其实那个时候我家也不是没钱 问周围亲戚借一借也能借到 我就是不想给 里面传来了一阵哄笑 好哥 该不会是嫂子体质问题吧 我就没有认身文啊 生完孩子以后 我家请了个保姆帮忙 我也经常锻炼 现在身材比以前还好呢 说话的是张浩的一个学妹 我分不清她是在内涵 我还是在阴阳张浩 我在门外泪语如下 我从来就不知道 原来张浩是这么看我的 原来她是觉得我不配他们家用彩礼去 我真是贱啊 上赶着倒贴 我所谓的体贴在她眼里一文不值 甚至她还觉得是她自己有本事 我骑着共享回到家里 来不及调整情绪就听到了孩子在哭 匆匆忙忙地走进卧室给孩子换了尿布 然后又给她喂奶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孕期情绪波动大 导致这个孩子从出生以来就特别爱哭 有些时候她哭得我心烦我还得一边流眼泪 一边哄她 我坐在沙发上回想着我们曾经的一幕又一幕 转头向窗外看去 外面的阳光正好 从阳台照进来打在地板上 反射出来的光异常夺目 只是不一会儿又乌云蔽日 雷声滚滚 竟下起了雨 这美景就仿佛我和张浩的感情 美丽 炫目 却又短暂 转瞬即逝 我伸出手也抓不着 把家里的打扫干净以后 我去买了一大堆的菜 然后在厨房忙活了老半天 张浩下班回来以后眼神闪躲 在看到桌子上的菜的时候又很吃惊 吃饭吧 我记得你喜欢吃不加糖的番茄炒蛋 今天特意做了 我朝张浩温柔地笑了笑 我看着张浩坐了下来 拿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 我知道她心虚了 因为她出轨 我曾经就和她说过 如果她出轨了 我一定会和她离婚 实际上 无论张浩有没有出轨 这个婚都离定了 只是她出轨加快了事情发展的进程而已 我们离婚吧 啪哒一声 张浩手里夹着的西红柿炒鸡蛋掉在了餐桌上 鸡蛋混着西红柿的汁液 让那一块桌子变得刺目恶心 为什么要离婚 我们不是都有孩子了吗 我们离婚以后孩子怎么办 靠你一个人养得起孩子吗 张浩发出了一系列质疑 我也抬起头打量她 今年是她工作的第二年 从前在学校 她是青春洋溢的学长 有着清晰的下恶线 可是现在 餐厅的光打在张浩的身上 我看到了她油腻的头发再不似从前清爽 看到她脸上因为抽多了烟过深的唇色 看到了她喝多了酒 微微隆起的肚子 你还爱我吗 我开口问张浩 哪怕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我做这一桌子菜 问张浩这个问题 并不是因为我想挽回张浩 也并不是因为我想让张浩解释什么 我只是想给自己长达六年的青春一个交代 我 张浩皱了皱眉头 似乎没有想到我会问她这种问题 我看着张浩 曾经这个把爱我挂在嘴边的男人 现在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都吞吞吐吐思虑再三 所以这样的婚姻根本就不会幸福 分开吧 以后你每个月给孩子打生活费 一直到她18岁 就打到我们一起存钱的那张卡里 如果你拒绝的话 那我们法庭上见 我最终还是没有把出轨这件事情 摆在明面上说 张浩的这层遮羞布揭开 我都嫌脏了手 说完之后 我走进卧室拿出了自己早就整理好的行李 发现张浩还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子上 好好珍惜桌子上的饭菜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做饭了 我爸妈在小区楼下等我 关于我要和张浩离婚这件事情 我爸妈非常赞同 他们说让我不要有压力 他们每个月都有养老金和退休金 根本就不需要用我的钱 孩子他们也可以帮我照看 我可以放心去找工作 我爸搂着快要流泪的我 他的身形已经因为年龄逐渐勾楼 可是他的怀抱还是易如往昔给我诺大的安全感 路灯从我们头顶倾泻而下 秋风瑟瑟 我却无比心安 我会有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 孩子也会总有一个好妈妈 她会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长大 这样就够了 离婚之后我和爸妈住在了一起 也迅速找了一份工作 再三思量还是请了一个保姆 毕竟我爸妈年龄大了 他们把这些年存着的钱全都交给了我 说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 这本来也是他们给我攒的嫁妆 我的眼角微微发红 我妈握着我的手什么也只是安慰我 我逐渐不再围着孩子和家庭转 多了很多的时间去健身 我的皮肤和精神状态也都越来越好 身材也一如往昔 甚至比大学的时候更有线条感 过了几年 班里组织同学聚会 张浩看到我的模样眼前一亮 可惜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江丽 他端着酒杯小心翼翼地和我碰杯 在我身边说着讨好的话 我打量他的模样 从内心深处没有来得觉得恶心 看来他出轨的那个对象也没有把他捣食得多好 他的啤酒度越来越大 身上的格子衬衫的扣子都要被崩掉了 脸上也一脸横肉 那头发苍蝇站上去估计都得摔个跟头 吃东西还扒鸡嘴 很是没有形象 我在心里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巴掌 以前怎么会看上这样的人 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趁着张浩去卫生间 一个曾经和我关系不是很好的同学问我 如果现在张浩重新追求我 我会不会答应和他在一起 我知道他是想看我的笑话 我盯着那个女同学伴上 吃笑一声 别天真了 他又不是大一那时候的偏偏学长了 谁还和他在一起啊 他现在还穿得下那白衬衫吗 那肚子上的肉 真是让我恶心 还有那头发 真是 中年油腻老男人可别靠近我 我嫌晦气 我往包厢门口瞥了一眼 张浩正站在门口 不知道是该进来还是该出去 曾经他在饭局上诋毁我的话 现在我全部都还给他 聚会结束以后 我去接幼儿园接孩子 张浩扒着我的车门不让我开 我抬眼看着他的样子 没忍住笑出了声 张浩 你现在装模作样给谁看啊 咱俩之间早就完了 你别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看一下孩子 想看孩子你一三五来看 今天是星期天 你就别想了 还有你在巴拉我车 我报警告你骚扰了啊 我开着车扬长而去 从后视镜里看到张浩 灰头土脸地站在原地 他在想什么呢 或许是后悔了 可是这些事以后也妨碍不着我了 去幼儿园的路上 傍晚的夕阳在马路上 撒了一层薄薄的光 我的心情甚是愉悦 以后也会一直愉悦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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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